大家好我是奈姨 今天要來分享A字群如何去修改它的長度 先把裙子對折起來 上下的縫份要把它對齊好 對好之後就把布剝平整 現在我要拿我的尺 我現在要在我的記號上面去做預留縫份 預留縫份的記號做好之後 再來我要拿我的皮尺 因為我要再來做其他的記號 那從那個群頭開始往下量 我預留縫份的記號是18.5英寸 好那中心這個記號做好之後再換斜邊 斜邊的話一樣是從群頭往下量 一樣18.5英寸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那我們現在呢 好那這邊好了之後呢 再換另外一邊斜邊 它也是一樣的做法 一樣是從群頭 然後往下量 好一樣 一樣在18.5英寸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那我們現在呢 裙子上面已經有三個記號 那現在呢 我要拿尺 把這三個記號把它連起來 好因為我錄雲的範圍的範圍比較小 所以我才會把布這樣折起來 如果連在家裡的話 不用像我要把不用像我這樣把布折起來 我直接把三個記號連起來 好然後連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拿剪刀呢 把多餘的布呢把它修掉 好然後呢 剪完之後下擺去考課 好那現在就是把我們預留的縫份呢 我看一下量一下多少 好 折起來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 直接用手這樣折有難度的話 你可以先用運動 然後去整趟它的那個縫份的痕跡出來 再下去車縫 那車縫的話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一邊把縫份折起來 然後一邊這樣車 然後就是車到我們 回到原點的地方 這樣就結束了 那在那個影片後面的地方呢 我有去示範就是 你A字群的要怎麼去整趟它 就在最後面的地方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走到最後面的地方 去看整趟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